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李曙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在这里也是要祝所有的观众朋友 耶旦耶快乐 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的台北股市 如果你拉长时间来看 虽然曙芳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它就是相形的整理 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不相信 但是你看图形 你拉长时间来看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箱 量人上面也萎缩 我说在一个区间箱形里面 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自己要知道 每一个阶段的台北股市 你操作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在8523点来到了十年线 你不买一个长期大波段的一个布局 你很浪费 来到十年线很难得一见 再过来在这个时间点涨了将近2000点 台北股市适度的整理 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重点是你有看到任何的出货讯号吗 没有 你现在都只有听到别人说台北股市 可能未来里面可能要跌多少点 要跌多少点 我在昨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 这个时间点其实反而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一些的企业大佬都会认为 明年疫苗出来了 经济活动会正常 明年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上半年一定比今年的上半年来得好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你再说什么英国变种的一个病毒 或是你在这个时间点看到台湾本土的一个传染 其实那都是过程 股市上面的一个操作永远是领先 你在这边还不是最好的时候 你去买你是最安全 等到最好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你真的有这么好吗 你未来还会更好吗 你的风险才会出现 所以你就把策略里面抓在心上 所以我们在整个之前里面 大家也很清楚我们的一些的一个操作 8523点我就跟大家讲 十年难得一见 你要存股也好 你要干嘛也好 你就去买 而且我说过它不是反弹 它是回升 N字形的回升 再过来12480我也跟大家讲 当时候大约就在11月1号左右 我就跟大家讲 它就是买 买 那你涨了快要2000点 你在这里面 它就好像这个时间 很多人11月有买 你在11月有买的时候 你没有抱它一个波段大布局 你立即没有给它抱上来 然后你很多的创意 没有给它抱上来 你很多的个股没有抱上来 你也浪费了这2000点的行情 但是因为涨了2000点 大家的成本都不一样 它在这边要洗 融资也在高档 也要洗 我说这个部分就要帮你洗 洗洗洗洗 有些个股涨多筹码来讲乱掉 也要给你洗 洗到大家来讲的话 整个筹码干净了它才会涨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说如果我看这个大盘是一档个股 你看它的预估量 今天是不是出不来 在出不来的过程之中 假设这是一档个股 你手上的个股 它没有越过均量水准之前 你的急涨急跌 你就是反向操作 可是如果它的量 这一根不管黑棒量 不管红棒量 它出来的时候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今天里面大部分的个股 你用急涨急跌反向操作 你可以做到价差 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譬如说急涨你卖掉了 你可以去想 我要帮买另外一档个股 或是你原来的个股做差价性的买回 那都是你在这个时间 可以赚钱的方式 所以每一个时间 我一直提醒观众朋友 策略绝对是不一样的 而策略就是因应目前的局势 所以大家可以发觉到 像我会员有发觉到 我在这边的操作就有比较短 我也会做价差 原因就是现在的格式 这样的盘式都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你随便来看急涨个股 今天报上面讲了一堆 被动元件要提前涨价 你急涨急跌反向操作 对不对 你在之前急跌买 你现在急涨你再去追 你今天讨不到便宜 2492的华星科也一样 你急涨你去追 你下来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 一定要这种概念 它是最重要的 可是如果这一档个股上面 它的量在当天的预估成交量 它超越了均量的水准 你就不可以这样子的操作 不是每一档个股都一样 而是来自于量缩盘整盘 如果你的个股的预估的成交量 仍然没有异常 还是在均量之下量缩格局 你的急涨急跌 都是可以反向操作的 因为我随便做举例 华星科有出大量吗 它并没有 它并没有 你当然急涨急跌 还是可以反向操作 那在这种过程中 因为它就是一个相形整理 大家讲了这么多的利空 台北股市到底是强还是弱 看空的人说弱 看多的人说强 那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面对这么多的利空 它跌了没有 面对这么多的利空 它有没有出货讯号 我说出货讯号就是爆大量 巨量式的长黑K 然后开低走低 融资增加 台北股市在现在里面 它唯一我个人认为来讲 我看这个盘 麻烦的地方就是 为什么要一直洗 就是融资的筹码太多 昨天比较可惜是融资又增加 如果融资能够去减少 那我觉得这个台北股市 今天涨本来盘中最高涨101点 它就不会撸回来了 它就不会撸回来 就代表目前的筹码 还是要洗 不管会不会过14427 不管会不会过 会不会创新高 我都告诉你先用盘局 就是相形的整理来看待 它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 那我在最近里面也跟大家讲过 我的估算 电子个股里面来讲话 它在这个时间 因为新台币不断不断的一个升值 它要担任唯一的主流 目前还没有到时间 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电子占6成到7成的资金比重 传产占剩下的 然后原物料 涨价效应个股贯穿电子跟传产 非电的族群跟电子个股 我说只有一个主流 叫做涨价效应 你看发觉到最近都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你在这个时间点你一定要穿矩 譬如说 传产个股杀下去的时候 你要敢轻进来 然后急涨的时候 你再来考虑要不要出 这就是急涨急跌反向操作的一个概念 那只要没有出现巨量式的黑K 融资增加 隔一天再开低走低 你就不要自己下自己 因为现在季性还是扣很低 你不要自己下自己 而且他要正式性的转落 他好歹把13722跌破再说 他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自己下自己 那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因为在90年代以后 台北股市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由电子个股担任主流 就像今年从8523点以来 也都是 一直到最近我跟大家讲过 我在演讲的时候有谈到 因为整个美国它的纾困案 它一直一直在调高 它的纾困的一个金额 所以美元它会弱势 一旦美元弱势 可是资金在全世界上面 它是泛滥的 那它会造就什么 第一个原物料会因为美元的弱势 原物料报价会持续的上涨 那第二个 这资金的泛滥 并不是所有资金都一定是保守的资金 会去买债券 对不对 所以它就在股市 房市 原物料这里面来讲的话 一直在那边滚动 那90年代之后的台北股市 大部分都是电子个股当任主流 所以很多人都懂得电子个股 像我也很热爱电子个股 但是鼠方唯一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尊重磐势 所以现在里面的台北股市 只要传产 有缺货跟涨价的效应 电子有缺货跟涨价的效应 都是在目前 你应该去做留意的 那我们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就会借助这个节目 告诉大家一些原物料 它的操作不是看营收 是看报价 就像你在看运输个股 为什么很多人在之前里面赚不到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长龙 那时候我在讲长龙货柜 的时候才十几块钱 它就是那报价 不断不断的上涨 所以你看营收其实还好 就没有想到 它的获利 它可以这样子跳 你看营收还好 4% 2% 10% 8% 然后它的获利可以这样子跳 BDI的指数散装轮的部分 散装轮就是跟BDI的部分 这是你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那空运的部分就是跟运价 然后货柜轮的部分也是跟运价 现在里面你主要做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货柜轮 货柜轮 那散装轮就要去观察 BDI的一个指数 那因为现在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冷 那有些的一个远洋 海洋它会结冰 所以空运要出来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还有什么样的 比较难的大概就是硕化 像今天里面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仿迁个股大涨 二线硕化个股大涨 为什么 就是来自于报价 报价的上涨它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跟大家讲 像今天仿迁个股里面来讲 它就是在涨什么 尼容丝 锯子粒的部分 因为你油 油是很多东西的一个成本的概念 仿迁 硕化 化工 橡胶 都跟油有关系 那油里面它会分成很多的成分 你从链油出来之后会变成很多的成分 那再变成它的报价上面 它都会不同 我们等一下里面来讲的话 有空再跟大家讲 所以台北股市你看大盘也一样 几涨100多点 是不是 你几涨几跌反向操作 那量出来之后 你就不要这样做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你用这样的方式 第一个你可以利用价差 第二个你在这里面你就会比较灵活 因为它还是一个箱形 量根本没有出来 出量之中才会定多空的方向 那你做短的人 你说我就是喜欢做一个波段 那你就等到日KD交叉向上 你再去做进场 不是不可能 很多人都说 这个美国人里面来讲的话 外资已经要放假了 台北股市有机会过14427吗 以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最高曾经只差100点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过14427 你也不用过度的乐观 你就是看箱形就对了 你把很多事情规划好 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状况之中你要怎么样的操作 它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我们先来看看二线硕化个股 为什么在今天里面来讲 尼龙斯 巨子 利 它又开始涨价 这绝对跟省个一个报价上面有关系 我给大家看几个 这个是最近里面原物料的报价 原物料不是只有看报价 这个叫产品售价 另外还有东西叫做你的成本售价 这个部分里面它就会转为利差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你应该叫银行 银行里面来讲是不是放款出去 它的利息比较高 它借钱给人家收的利息比较高 你存钱进去 它给你的利息比较低 这个银行就是赚利差 这个你就听得懂 整个传产原物料的个股也是这样子 它的报价 它的报价就是它可以收到的钱 它的成本 就它的成本 就是它必须付出去的钱 所以它如果收到的钱越高 就是它的报价越高 但它付出去的钱越少 这个就是利差 所以你来看 这是最近塑化各国 这是2020年 这个有20 你看 2019 因为整个疫情 到2020 你看现在涨到哪里 这是PVC 这是PVC 那这个是ABS的部分 ABS的部分 你看在今年也涨到这里 是不是最高 那ABS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还有一些的报价 我再给大家看 还有一些的报价 这个是PS的部分 有没有创新高 这都是在2020年创新高 那如果以我在之前 告诉大家的台达化 它的成本就是什么 像我在今天里面 听到盘中英连线 大家说叫他去买这个 跟这SM有关系的 这就不对了 SM台湾里面 二线塑化个股也有 你看它的合约价 跟这个的涨幅 是比较小 所以如果你去买SM的 相关的个股上面 你的涨幅一定是比较小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去做留意 所以我们借助这个概念 等一下里面会跟大家谈 原物料的概念个股 你的一个留意的一个方向 再配合到技术面 交给大家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台肥股市未放量之前 看香 过高 KD指标没有过高 量也出不来 还是看香 不管14427过与不过 在这个时间点 没有出量之前 因应目前的盘势 就是什么 急涨急跌 反向操作 你急涨卖了 跌下来 你再看你要不要买回来 做价差 或是你要不要换股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 相信的过程中 量没有出来的个股上 急涨 你就去做追高 你一定追到当天的高点 那就变成晚上要拨拨 要在这个过程中 来看明天还会不会涨 法人有没有买 这样太辛苦 大部分的个股 都会符合这样子 所以我说 在这种过程中 急涨急跌 你要反向操作 那急跌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勇气 选股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靠智慧 所以你只有放眼2021年 尤其现在 现在没有人跟你在谈2020年 一定都跟你在谈2021年的获利 你放眼2021年的获利 里面来讲的话 在这个时间点 你去做一些的选择 那融资在这个过程 或是一些个股 你就让它洗 快整理完成的时候 譬如说突破点 那个时间点 你再去做加码 这样的话就符合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操作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进段广告 如果观众朋友 不懂原物料的个股上面 他该如何去算获利的话 等一下我们进段广告 再告诉大家 怕你担心特地来告别 何时回来 抓到便会 要是抓不到呢 你要做的事 我不拦你 但是你要我不担心 我做不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至十点 瓷瓷琵琶潤口糖 庆余年 五十岁后 骨质肌肉快速流失 你需要倍速益 提供两倍强化营养 钙蛋白质含量 一罐抵两罐 两倍好体力 一罐轻松搞定 德国进口倍速益 泳城国际头顾 比直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头顾 拥有完善制度 抵制硬软体设备 投资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用经意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你用投资的不二选择 泳城国际头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泳城国际头顾 入位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非常感谢您平日 对三德利保健食品的爱用 以下是来自三德利的重要公告 目前网路上出现了数款 三德利商品的仿冒品 售价与官方定价相比异常低廉 还请消费者多加注意 由于仿冒品内容物不明 三德利担心您的健康 与权益受损 如您有任何疑虑 请洽官方网站或客服专线 翻译或客服专与权益 心理挑战 百分之九十有参加者 心理充飞更有感 我用戏剧表演 启发迷途青少年 剧团演练 让我经常头痛 背痛 和关节痛 还好有普拿疼 止痛加强定 赶走各种疼痛 让我更有力量 去帮助孩子们 走出新人生 你算什么东西 我可是皇上的特使 陈宇 你在我身上爽的威风 我要统统在花布器身上 讨回来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现在里面 不管是手机 不管是在电脑里面 都会告诉你说 这一家公司里面 大概是做什么的 如果你不是很懂原物料 你就把这个 像这个是轰天磊 这个就是我举例台答话 台话你看它有个ABS 你就去找 ABS的一个报价 今年有没有涨到近期的最高 那PS的报价 或是在这个过程 PS的一个报价 PVC的一个报价 都是呈现上涨的 那它的一个成本 是来自于SN SN它的涨幅是比较小 不是没有涨 因为油价有反弹 它也会涨 但它涨幅 跟PS 跟PVC 跟ABS 是不是它涨幅比较少 那利差 就是会扩大 所以它的获利上面 它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这留意 那你在按照 你这个看完之后 你再按照技术面 原物料个股都要配合技术面 因为原物料有时候 它就是基本上 按照技术面操作 那以台湾的话 是不是在这边 我在之前讲 我打过一个大底 它昨天真的很难看 你去追你真的很讨厌 我说急涨急跌反向超越 除非它是报大量 那你看它这个 在过程 昨天的外资大卖 去量式的长AK 像一般人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一定很烂 我就跟大家讲说 去量 只要出大量 一步二看三准备 看一下今日的低点 有没有跌破昨日的低点 还开个小高 那就没事了 那就没事了 而且就告诉你说 它是换手 配合到报价的一个上扬 那我个人认为 它的一个逻辑是这样 二线硕化 一线硕化 再过来是仿签 我再讲一次 二线硕化 一线硕化 再过来是仿签 但仿签个股就比较难选 仿签个股里面 像今天因为尼龙斯 巨子利里面 它的一个报价是呈现上涨 像吉盛 像什么利棚 都是巨子师 尼龙斯 当然唯一的麻烦就是 他们没有赚钱 到目前还是为止 还是没有赚钱 那在这过程中 你也看 今天最大量 是你今天才看到 之前是不是这个最大量 这个最大量 昨天里面来讲 是不是这一根 这个叫一步 二看没有跌破 所以你要续报 那今天冲出去了 那再冲出去 你看2到4%的正观力 那就代表什么 你明天不可以追高 你明天是不可以追高的 那1447的一个 1447的利棚也是 你看 今天是报最大量 那你就必须以 今日的低点 当做你的技术面的一个参考 都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它就是二线塑化 乖是不是涨一线塑化 你看都先涨一线 二线塑化 再过来 一线塑化 再过来 仿钱 这就是从塑化个股里面来 然后等到塑化个股里面涨完了 它会再涨到什么 譬如说橡胶 或是化钳 化钳就含有化学 这是大家自己去留意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目前看起来原物料的部分里面来讲话 是没有改变的 我跟大家讲过说 目前你一定要去接受它 电子跟传产会不断的轮动 但是你在轮动的格局之后 你不要跟着它跑 今天涨这个你就跟着它追 明天涨那个你就跟着它追 这样是不对的 你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 有传产 有电子 看哪些个股急涨出去 它的量并没有特别的定输赢的大量 你就出 然后对不起 有些个股拉回你就去买 这样的话在一个箱形里面来讲 你运用传产跟电子 你还是可以做到差价 还是可以赚到钱 整个刚刚也谈到在运输个股 运输个股里面我们说 货柜还是会赚很多钱 那就是来自于运价 这里面来讲说 运输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它分成海上走的 散装轮跟货柜轮 再过来就是天上飞的 那我说过在这个过程之中 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你看一样 你不要急杀的时候 你这么恐惧 吓得半死没有意义 你一定要冷静下 我就说在昨天里面的华航 它杀下来 你就要去看这个最大量 这个最大量称之为 成交量马其诺防线 一点到是不是急拉 你急拉在昨天里面 最低价是11块 到今天的最高价是12.25 你不是差了一成 你一成要赚多少 你冲来冲去你要赚多少 所以在这个过程 你就要留意 未来里面来讲 航空的运价 应该也会涨 应该也会涨 而且在今年里面来讲 货运上面是不错的 待会跟大家讲说 电子个股也都是在 缺货跟涨价 今天报纸上跟你登 驱动IC跟被动元件 然后再过来 可能明天又要跟你登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不要等报纸上登这样子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低润低计涨价 合约价的部分 现在是涨现货价 驱动IC现在涨价 金元代工涨价 最近里面因为铜价 原物料的一个上涨 它也会带动什么 铜箔基板的上涨 但铜箔基板也要有个概念 铜箔基板是因为铜在涨价 它造成的报价的上涨 它成本也在拉升 它这比较是不一样的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 像8016系创 从我在这边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还记得吗 那沿路以内路拉上来 那我说过 每一档个股都一样 你正瓜里到2到4个percent 今天最高164 正瓜里有没有2到4个percent 你干嘛要去做最高 你每天花15块钱 来买报上面来看 你要帮记者抬脚 没有意义 你还是要回归到 技术面上面的一个操作 你在之前里面你看你的低 都可以贴着无均线 贴着月均线买 对不对 那你到今天是不是乖离就冲大 乖离冲大 你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那在目前来讲 驱动IC里面来讲还是很强 就像之前大家天狱的时候 就这一波大涨看到没有 就说这个是快充 根本人家就是因为驱动IC 所以你就要知道说 这个过程中 涨价为什么法人很爱 因为他一涨价 他基本上来讲 他的获利就会爆充 就像我们在当时候 210几告诉大家 华兴科还记得吗 华兴科这一段最好赚一段 我们有带你赚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什么 他要涨价 那最近里面是被法人结账下来 但是月线也没有跌破 那你就观察他的大量区间 有点跌破 那我说过他的跌破 就必须重新站上244.5 他才是能够换手成功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中 面对到几涨几跌 大盘快速性 因为融资的暴增而波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鼠方今天教你的东西 拿出来运用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应应目前的盘式 所有的一个区块 都是放眼2021年 他的获利多少 你在这里面来讲 去充分的具备智慧跟勇气 去做选择 要跟上我们全新投资组合的 观众朋友 以及盘中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独立则优优独立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